Hello 大家好 我是Rose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在德国如果你觉得自己感染了Corona 就是新冠病毒 要怎么去检测 下一期会跟大家分享一个阳性确诊的真实案例 今天会介绍五种接受检测的方式 第一种是用你的加益科医师转诊 第二种是病情严重的时候去及诊室 第三种是自费线上预约检测 第四种是不用预约直接去排队快筛 第五种是自己从网路上买这个试剂回家筛检 然后再寄回去实验室 那首先呢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 首先如果你怀疑自己的Corona 比如说你正在发烧头痛全身酸痛又咳嗽 这时候啊建议你不要直接跑去诊所 因为他们会吓一跳 但是如果你直接跑去诊所 他们还是会帮你做检测 只是他们会用非常惊恐的眼神看着你 标准的流程应该是你先打电话给你的加益科医生 或是打115咨询专线 我们先来看一下115咨询专线 其实最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是建议说打116或117 但后来就是有经验的人 他们打到这个115 其实他会转到这个相应的单位去 比如说在115你就可以做各种的咨询 他们也蛮亲切的 然后会告诉你说他会直接转到你所在地 比如说你在汉堡 那他就会转到汉堡的这个咨询专线 然后你有任何的问题 比如说你觉得你现在呼吸困难 你怀疑你是corona 他就会告诉你下一步该怎么做 那他就是一个很方便的咨询专线 但是呢如果你现在的目标就是要做检测的话 115他还是会请你打电话给你的加益科医生 之后你的加益就会用电话问诊 问你现在烧到几度 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些的症状 那他会决定是否帮你转到检测中心 检测中心的德文是corona ambulance 那这个单字呢 就是你如果在生病的时候打过去 德语又不好的话 你可能会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大家来看一下就是这个字 所以你打电话前呢 可以先把这个字记起来 corona ambulance 然后呢他要把你转去这个地方 他就会说 他就会告诉你这个检测中心的地址 然后告诉你说你需要等检测中心打来电话 检测中心打来电话会告诉你哪一天的 哪一个时间你可以去做检测 不过呢大约需要一到两天的等待 他们才会打电话来说 哦你后天或是大后天去做检测 那记得去检测的时候要戴好你的N95 或者是FFP2的口罩 免得免得你是阴性却被其他的阳性受测者传染了 那受测之后大约一到两天 检测中心就会通知你的家医 你的检测结果 那你的家医的医生会打电话来告诉你结果 一般而言如果你的检测结果是阴性 你就不会收到纸本的检测报告 但是你可以跟你的家医药 他们会印给你 如果你的发烧伴随心跳加速等等 更严重的症状 比如说呼吸困难等等的 你就戴上你的口罩去医院的急诊室 他们会在那里帮你做检测 并且判断你是否需要住院治疗 但是并不会更快的取得检测报告 一样要等大约三到五天才会得到结果 这一段期间你还是需要自己在家隔离 就是如果没有住院的话 自己在家隔离 直到14天都没有收到阳性报告 你才可以确定是阴性 但是通常三到五天就可以打电话 去问你的家医这个检测的结果 大家会说为什么不直接去自费检测呢 那因为啊就是对的确自费会比较快 但是当时呢自费检测一个人要大约95欧的检测费 要自费 那如果一个人里面一个家里面如果有三个人要检测的话 就会马上出去300欧 接近300欧 对于一个生病不能出去工作的家庭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开销 那如果你从家医检测中心去去转整的话呢 保险公司就会支付这一笔检测费用 省下来的钱 你就可以买一样的食物补身体啊 生病很虚弱的 但是如果你想要更快得到结果 采取自费检测的话 我们现在就进来看这个网页如何去预约 那因为我本身是住在布莱梅附近 所以呢我举的例子 这个例子是在布莱梅 那等一下下一个网页会带大家看其他的城市 首先呢这个是115 我打115专线的时候 他告诉我呢 我们要自费检测可以上这个网站 那这边也有电话 还有他开放的时间 以及他各样检测的介绍 比如说PCR test 那还有他这个开放的时间 8到10点 14到16点等等 那检测的费用也有不同 我们往下看 首先呢 你就要看你是要做抗体 还是抗原的检测 然后快筛还是什么 那关于抗体或抗原的检测的部分 可能我们需要另外一集来做介绍 那首先就来看一下这边是有不一样的 那一般来说就是公认最为准确和公正的测试方式 应该是PCR这个检测 他需要115欧 那我们来试试看进去 点进去检测 还有另外一个PCR 他是做英文的报告的话 他需要另外的费用 所以要140欧 那我们点进去看看 怎么做这个预约的部分 这里就可以看到 你可以预约的日期 比如说11号 14号 1821等等 那我们点进去 11号 他11号就会出来在下面这里有可以预约的时段 有7点的 我们点进去看看 好 这边就是你填写个人的资料 性别 然后你的姓名 还有你的电话 email账号 email address 然后就按下一步送出你的资料 你就预约成功 就可以在那个时段去到那个地方去做检测 这是在自费检测的部分 那以上呢 对以上这三种呢 是告诉你们在发病中 或者是你怀疑自己可能感染的时候的受测方式 那接下来第四种是 如果你准备要飞回自己的国家 要回台湾 或者是回到其他的国家 那搭机前72小时要做的检测 建议能够去现场排队的检测中心快篩 比如说各地的机场之类的 以免错过了搭机的时间 因为要在72小时之内 那自行检测的部分呢 就是可以看一下这个 比如说在布莱眉有这个小红屋 它叫做Corona Walk-in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Corona Walk-in 它其实不只是在布莱眉这个城市 它在多特蒙 还有在Dusseldorf Hilden 还有其他的城市 Hindsberg等等的都有这样的walk-in的这个服务 那它在这个照片上面就会告诉你检测的地址 还有它的开放时间 比如说星期一到星期四的八点半到十二点 然后下午是十二点四十五到十八点 星期五是什么时间 这样子大家可以参考看看 哦对 然后刚刚那Corona Ambulance 就是我们如果在其他城市的话 你也可以直接用Corona Ambulance这个字 去搜寻那个城市的检测中心 比如说在Dresden的话 它在这个大学的附设医院里面呢 有这样的服务 那它里面也会有说它的地址啊 house 哪一间哪一栋 然后在哪边去按电铃这样子 然后开放的时间 这是Dresden的 大家可以参考看看 那接下来第五种就是 算是后来比较新推出的 就是你可以直接从超市 不是超市 Apotaker 和这个DM Horseman 你可以去订购这个Coronavirus Anticorporal Test 但是注意这边是抗体的检测 也就是说如果你曾经是无症状感染者 然后已经这个身上已经有抗体的话 这个检测并不能代表说你现在是有Corona 或者是没有 因为只能告诉你说你身上有抗体 那关于抗体抗原我们再另一集 来跟大家做分享 那这个事迹是 这一张照片是从DM订购的 那Horseman后来也有推出 那他就是你检测完之后呢 再寄回去他们的那个检测中心 他们就会去帮你做分析检测这样 所以以上就是在德国如何去接受检测的分享 如果你们觉得实用 欢迎订阅分享并按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最新的实用分享哦 那如果你在其他的城市也有相关的经验 也请在影片下方留言跟大家分享 帮助有需要的朋友们哦 那谢谢大家 最近天气很冷 记得要保暖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